獲得行政院的女性參與決策特別獎 市長說我們的政績前三年好像是應該的 所以都沒有做很好的行銷 市長特別要求我們做一樣的報道 那其實我們是從行政院開辦 這個出去女性參與決策獎勵計畫以來 從第一屆到現在第八屆 我們連續八屆都得到特別獎 尤其其中我們三屆是只有我們高雄市中得到特別獎 所以我們特別做這樣的一個行銷 那其實這個評審其實是由中央行政院各部會的副首長 還有我們中央副全會的專家學者五個人來共同來評審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能夠連續從第一屆到現在第八屆 都每年都得到特別獎 其實是相當難得 其實也是表示我們市政府對我們促進領域參與決策 對於他的促進有創新的做法還有特殊的貢獻 那以上做這樣的報道 那我是不是將這個牌子獻給我們市長 好 那我們做一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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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這個八年非常不容易 真的 這個女性參與公共決策 這表示高雄市政府女性 在整個兩性平權上我們做了很多努力 這個人事處在對於整個女性高階的文官也給予大力的重視感 謝謝 不過今天我們人事處馬師做到全國人事處處第一名 極小 這個葉處長太好了 謝謝 謝謝大家 在高雄第一不是很細情的事 很平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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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多 所以我今天的練 我們兩官的公務局 太第一名 都覺得沒什麼貧窮 都覺得貧窮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很不容易得到敵利 要就很多人說 待那麼多的要怎樣 你去一下 你可以去採訪我們的公務局 真的太多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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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